欧洲战舰频频通过打凯 到底是中欧之间发生裂痕了吗 各位观众你好 欢迎收看经纬点评 我是David 郑经纬 非常关系在空中跟各位见面 今天要谈的是中欧关系 话说对不对 在刚刚得到的消息 德国的国防部发表了声明 说什么呢 说他们8月份的时候 德国将派出这个驱逐舰 前往亚洲 那当然意思就是说 会经过南海 那媒体就要问了国防部 说会不会进入中国的 这个岛屿的这个12里范围当中 那德国国防部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不会啊 就是说要进入了 不会去进入 但此时此刻 各位稍稍回忆一下 在今年的1月1月份的时候 英国也说 他们将会在2021年 派出他们的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 那唯一的一艘 来亚洲 对不对 亚太地区 而且呢 只要他们这个下了这个命令之后 5天内航母就可出发 那5天内干嘛 去打仗啊 对不对 好英国说了 2月份的时候 2月份呢 就这个就刚过的啊 这个法国核潜艇翡翠号 还有飞弹驱逐舰赛纳号 又通过了这个南海啊 这个经过了啊 还故意有时候露出来发照片 法国国防部啊 还发布照片 当然呢 甚至有这个传言呢 说法国的这个军舰呢 准备通过穷州海峡 那这种态势啊 各位看看 德国8月份要来 法国2月已经来过啊 那这个英国说啊 他随时过来 那更不要说美国航母啊 已经双航母 今年初啊 已经在南海这边啊 演习啊 绕啊 对不对 日本啊 澳大利亚都来 这个非常的微妙啊 在2021年啊 照讲 对不对 中美紧张啊 已经告一段落 没有那么像那个特朗普时代 对不对 似乎在南海啊 准备这个 大家要 这个这个叫打了 那种味道啊 剑拔奴章啊 剑拔奴章 但现在呢 照讲2021啊 拜登上台啊 整个局势应该和缓啊 中美 那这些欧洲国家干嘛 通通朝着亚太地区啊 奔来 亚太指的是哪里 中国嘛 对不对 那这些船舰就是冲着中国来的 如果你今天啊 跟中国是好朋友 对不对 派个部长啊 大使啊 总理啊 总统啊 来就好了嘛 来访问 国事访问 吃饭喝茶聊天 看电视 都可以啊 对不对 干嘛派军舰 那种感觉 感觉对不对 这些人 有人甚至形容啊 像1840年英法联军啊 进攻中国的味道 当然这个整个中国这些年的发展啊 因为我们华人看中国啊 大家懂觉得是比较高兴嘛 对不对 看到自己的国家啊 这个整个中华民族的崛起啊 觉得说嗯 这是非常的光荣的一件事 但是看在别的国家的眼中啊 是怎么去看待中国的崛起 这绝对不是我们一般华人的感觉说 这没什么啊 这是我努力啊 我我很辛苦啊 我三班倒啊 我牺牲了很多啊 我不断的努力出来的代价啊 对不对 但是西方国家是这样看待吗 这个就要话说啊 这个我们把时光倒退到一战前 对不对 一战前啊 整个欧洲有六大帝国啊 英法 德 就奥匈帝国啊 俄还有一个是意大利吧 还哪里啊 英法德 对好 那在这个当中呢 这个不要说嘛 英国因为大航海之后 对不对 他的这个实力就跟着上来了 接着工业革命啊 对不对 工业革命开始之后呢 这个英国的国力上升 因为英国以前啊 在欧洲不算强国 那我刚刚讲的这些里面 没有美国啊 一战之前美国还算小弟啊 在一边啊 这个六个大哥啊 在这边 他们呢就就英国还好啊 英国因为工业革命发明了蒸汽机 对不对 就去抢了一堆殖民地 什么印度啦 新西兰啦 澳大利亚啦 加拿大 还有那个后来的这个美国啊 这边都是英国抢来的殖民地 对不对 这靠的是什么 军事力量 当时那个时代啊 大家要的是什么 利益 没有意识形态 我们要的是利益 我这个国家发展 我就是要什么 拿到 说你抢越多了 我就越有钱嘛 能占我就占 能抢就抢 能吃就吃 能放口袋放口袋 各位去看看大英博物馆 那是一个什么概念啊 那是掠夺的战利品纪念馆 几乎是这个味道啊 对不对 各位大英帝国 伦敦的大英博物馆 各位进去看 埃及的文物 中国的文物 所有各国的文物 那里面通通都是啊 各国捐了吗 No 抢回来的啦 对不对 还什么 谁会把自己国家国宝 捐出去给英国人 当残烂 抢回来的战利品啊 放在那边 告诉大英子民啊 我们的帝国是多么的强大 日不落帝国 就这样来的吗 对不对 当然不是蔡依林的那个啊 日不落 回过头来 再看到这件事情 可以看出来 英国崛起之后啊 在这个欧洲生态当中啊 起到了一个什么 变化 那什么国家就 就比较衰弱 奥匈帝国当然 后来那个 斐迪南大公啊 打仗啊 后来什么就 就垮了嘛 对不对 但唯一没有发展上来的 一个叫做德国 对不对 一个叫意大利 俄罗斯也不错 这个地幅员又大 整个甚至当时的这些 这个很多这个分析啊 说整个世界的心脏 在哪 就在这个俄罗斯这一块 对不对 这欧洲这周边 中国那时候都得不上啊 因为你回头去看啊 1840年对不对 那个时代是什么概念 那个是 新西兰刚刚这个签外当义协定的时候 实际上当时的这个欧洲列强啊 正要瓜分中国的权益嘛 到了1949年跟1840年 100多年啊 这整个在这个这个中华 中国这一块地区上面啊 全是散乱 对不对 先是推翻满清 接着呢 北伐算第一次内战 接着抗日算是抵抗侵略 接着国共内战算第二次内战 这个这个真的到1949年啊 这片地上啊 这个这个大陆这块啊 这个才终于平静下来啊 之前没没进过那100年啊 没有没有省心过 到处都是战火啊动乱啊 这个这个你怎么发展 严格来说 西方在那个一战之后 对不对 虽然这个 因为德国后来看到英国的崛起啊 打了一打了一仗了 对不对 但后来战败签了凡尔赛合约啊 美国后来到了 1917年啊 这个后期啊 这个1917 很后期美国才参战啊 当时是威尔逊总统 在这个过程中 实际上我就观察到一点 中国的发展啊 大概那100年都就停顿了 欧洲这边在崛起 对不对 中国就停顿了啊 好 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就看到 这个中国停顿之后 受到的欺负有多少 那就不用说了 对不对 好 回头来讲 欧洲在发展的过程中呢 他们当时啊 没有把这个 整个中国看在眼里 一再打完 对不对 彼此还在争权夺利 要的是什么 海外的殖民地 国家的利益 那当然凡尔赛合约啊 埋下了一个巨大的伏笔啊 让整个后来世界 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啊 关键在这个地方 但是在大西洋的另外一边 美利坚合众国啊 有一个总统叫威尔逊 那这威尔逊啊 当时呢 这个他在国会演讲的时候 就提出了威尔逊主义啊 就说美国必须扮演世界大哥啊 他前面铺垫了很多 我我总结一下 把它翻译一下啊 一个点就是 美国要做世界大哥 维持世界秩序 对不对 海上要有自由航行的概念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 但是呢 这个威尔逊 这起先不想参战 后来是不得已啊 这卷入了欧洲战争啊 这个等于算一战嘛 打一战都在欧洲打 这整个过程当中呢 这个威尔逊是什么时代的人呢 我举个例子 我一讲大家大概就知道 Titanic 铁达尼号 对不对电影看过没 那个时代 1912年啊 这个4月10号铁达尼号 守航不就沉没了吗 那个时代 那个时空各位想想看 人类刚刚开始 有了这种蒸汽船 能够环游世界 对不对 铁达尼号 你看那个船上多奢华 所有的有钱人在船上啊 那当然那部电影当时演的时候 可能很多人还很小啊 现在可以重温旧梦一下 或是你看过可以再看一下 你就能体会当时 美国纳尔逊总统那个时代 欧洲那个时代 大概就是那个样子啊 大家都是非常的优雅贵族 过得人类啊 在一个文明那种一个巅峰 对不对 但是后来1914年开始发生 第一次世界大战 达到1918年 这个人类的一个浩劫 当然这个浩劫当中 我们也看到 人类因为一战发明了 飞机战车 什么甚至连那种护士啊 商兵啊 战地记者都在那时候出来的 好 那我们就要讲到这个问题 中国发展的过程中啊 在这个到了2021年啊 已经那么久了 对不对 为什么在地缘政治上 起到那么微妙的变化 为什么这些欧洲的军舰 朝着这个亚太地区啊 奔来对不对 这个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各位试想看看 难道是美国要活之下 这些国家一涌而上吗 对不对 为什么当年特朗普执政的时候 他没有那种魅力 叫不动这些欧洲国家 说我们一起去包围中国 对不对 因为你在这个上面啊 是一种海权的概念 因为在一战之初啊 当时有一种就是海权论 因为海权论的来源呢 是在这上面讲到 因为你所有的这个国家 在发展的过程中啊 你必须要有一个海上的权利啊 那这个马汉是最具代表性的 美国的马汉 他当时海权论认为呢 这个谁拥有海洋 谁就拥有世界 谁拥有印度洋对不对 谁也给拥有世界 所以那海权论在那时候 当然后来还有意大利的这个 杜黑啊 空权论 但是海权这一个概念 让整个地缘政治啊 开始发生的微妙的改变 中国在这个所有的国家当中啊 也慢慢成为重心啊 在在在这个东夷 原来的世界的中心啊 是在欧欧洲这块对不对 在随着中国的发展 这个重心啊已经来到了中国 2021年的中国如何去应对 这些欧洲列强呢 我们稍稍求一起 待会继续 敬畏点评 我们一会见 各位观众你好 欢迎回到敬畏点评 我是David郑敬伟啊 那在昨天的节目当中 谈到了孟晚舟之后啊 很多朋友在下方留言 大家都给孟晚舟加油打气啊 我们也希望呢 在未来的几天 看看孟晚舟的案情审判啊 随时在我们节目当中 再进行更新 当然这个就要讲到呢 这个两会啊 就明天就要开始了嘛 对不对 这时候啊 全世界都在关注 中国未来的经济动向 中国经济的发展 因为世界的重心 今天不能否认 已经移到了中国 如果你画一个地图啊 说这个世界的重心在哪 对不对 不是说我是华人啊 我自己偏心 你去问所有外国人 世界的重心今天在哪里 对不对 因为最近美国的国安中心 CNAS做一份报告 这个都是这种智库啊 都是很热门的 就专门是给总统啊 那个级别的国安顾问啊 国务卿啊 做这个国事建言啊 这些咨询报告 里面讲了大概有四个重点啊 非常重要四个重点 他说啊 第一 他们谈的是这个 就应对中国的崛起 我们这个跨大西洋的路线图啊 这样的要怎么办 言下之意就是 美欧如何联手对付中国的崛起啊 这个口白白话一点啊 第一 美欧啊 必须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对不对 建立一个安全的供应链 这是他们的战略啊 就是说 因为现在其实知道 因为在2000年之后啊 中国加入WTO 中国产业已经在慢慢转型 劳力密集的制造业正在出走 移向了什么 像中南半岛啦 甚至南美去了啊 那中国产业呢 它在不断的提升创新 在追求更大的就是这个效率啊 跟产能啊 已经在上来了 那中国现在面临到的一个难题啊 就是产能过剩 很多国家是产能不足啊 中国现在是产能过剩 如何把这些产能啊 能够就是换成外汇啊 就能卖掉赚钱回来嘛 这才重要啊 所以在中国制造上面呢 这个是中国政府现在努力要制造一种 就是品牌效应很重要啊 因为过去中国是代工 对不对 什么这个水果牌手机啊 公公牌球鞋啊 说了半天都是别国的牌子啊 但实际谁做的 中国做的啊 对不对 所以要创造品牌 中国制造 中国规格 各位买汽车 美规 欧规 电器 美规 欧规 什么时候可以做到中规 中国规格 中国标准 对不对 中国制造 这个当然不是嘴巴一说 我明天自己贴一个标签就行了啊 你要全世界大家认可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 这个中国扮演的角色啊 在过去这20年 非常的明显 对不对 所以现在美国啊 智库的建议就是要什么 要减少依赖 就表示他是有依赖嘛 不然干嘛要减少依赖呢 他已经确确实实的依赖了中国啊 这是一个不能否认事实啊 那他怎么去做呢 他们只提议啊 所以他就是让你们这些国务卿 国安顾问总统去伤脑筋了啊 第二个制定全球标准 尤其是5G的风险要做好评估 因为现在这些欧美国家发现 中国的制造业啊 他越来越快对不对 尤其在5G的产业上 这是华为对不对 如果不是美国打压华为 什么芯片制造 今天华为的5G啊 他定的规格就是等于是大哥 他说的算了 全世界就是华为规格了 对不对 那其实就中规的开始啊 美国就看到不对劲了 快点停啊 搞搞怎么不行啊 绝对不行啊 不能让这个中规啊 超过美规啊 所以这个全球标准啊 现在是他们家要制定了啊 第三个这个美欧之间啊 要快点恢复跨大西洋贸易 这个推动谈判什么协议 去快做了啊 那当然更重要是讲到后面是说 美欧的货物服务贸易协定呢 必须保持畅通 那这个里面建议是用 美国用一种经济的力量 捆绑欧洲 然后呢 来对付中国 前两个讲的是怎么对付中国 后面两个讲的是怎么捆绑啊 非常简单 但是呢 也非常的明确 所以在今天这个过程中啊 美国会把中国视为 他的竞争对手 跟中国发展的 这个方向是正确的这件事情啊 是有密切的关系 各位试想一下 如果经济改革开放到今天 这个完全啊 还是一滩死水 对不对 只是流于口号 中国人民呢 还是大家都骑着脚踏车上下班 穿着灰蓝色的衣服 像40年前一样 美国会是这种态度吗 欧洲的这些军舰要来南海吗 No 绝对你都懒得理你啊 对不对 有什么好去理你的呢 你就那个样 对不对 大概是这40年来的变化 看得出来啊 这个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因为就世界上人类的智慧啊 这个华人的智慧啊 大概跟犹太人在全世界 是最聪明的两个民族 对不对 那说实在话 如何把这14亿人口啊 那么聪明的这个华人啊 中国人啊 能够呢 让大家有序 秩序的序 有序这件事情 我觉得就是一个一个巨大的这个这个挑战啊 因为我们平安心讲 在这个1914年呢 一直到现在啊 1840年啊 到1940年 到这个20 到现在2021年 实际上你去看全世界啊 任何国家都有一个字乱 都是乱啊 但乱中有序啊 这是一个正常的国家 这国家你总是会有一些犯罪啦 内部的问题 经济贫富差距的问题 外在的问题 都有都会有这种乱乱的情况 但是怎么样要有序 是大家按部就班照计划前进 对不对 比如说我我现在脱贫 我怎么样能够走到不贫穷嘛 那我外面有一些啊 这个外在的这个威胁 我怎么走走走 把外在威胁降掉 所以这个有序这件事情啊 真的不容易啊 所以这怎么样把这14亿人口 通通啊 这个就是排好队伍 一起我朝一个方向前进 这是一个巨大的任务啊 这个巨大的任务啊 这个因为人嘛 这个总要有人指方向 对不对 不然大家怎么走呢 一定走的这个乱七八糟了 或者吧 那回过头去看 如今的这个发展事态啊 虽然在2月25号 马克龙跟这个习近平啊 通了电话啊 中间呢 这个这个得一次 因为中欧投投投投费协定啊 钢牵 对不对 投资协定钢牵 马克龙跟这个习近平的这个电话 实际上是再三确认 这个投资协议要继续推动 因为马克龙现在基本上想在欧盟当大哥 因为默克尔要退休了 他趁法国要趁这个机会 要在欧盟当大哥 所以第一 他跟中国在这个上面寻求 中国再次保证背书中方的立场 第二 他跟习近平还谈到 我们是联合国五常 我们是有责任的大国 对不对 大国的责任是什么 维持世界秩序 对不对 因为欧盟 中国 美国 这三足鼎立 对不对 那第三 马克龙就是等于就代表欧盟 但欧盟听说有意见 大家不见得那么服法国来当大哥 那当然在这个通过电话之后 这个拜登马上 其实拜登在这个通话之前的24号 表示支持北约 对不对 这些都看得出来 这个法国在地缘政治上 他已经决定甩脱美国走他的路 当然这个不是矛盾吗 既然如此这样 为什么他的军舰要来到这个整个通过南海 来到亚太 你就可想而知 这些欧洲国家 当然生意是要做 但是他也在暗示你 我是还有一定的军事力量 在这个地区有一定的影响力 其实就是过去一直以来的大棒胡萝卜 那种概念 那马克龙也是希望两手策略 进入这个所谓的这个整个中国的这个核心 当中要进来 这个是2021年之后 中国更多的挑战 不单单只有美国 还有欧洲 还有其他国家 大家都想来到中国分一杯羹 当然这个也就是一个大国需要重新去规划思考的一个方向 因为当年美国在纳尔逊总统时代 这个纳尔逊的那种概念制定了纳尔逊主义 也就是一直以来美国所在走的这种作为世界警察的一个基础 那如今2021年的中国两会召开在即啊 也面临到一个定调 要定出中国在未来世界大国的一个基调 对不对 美国当初纳尔逊定的是类似就是世界警察了 对民主来维持世界秩序对不对 那中国的已经是将成为世界大国之计 中国是该如何定出一个大国的这个是这个怎么讲 应该是一个大国的基调要定出来了对不对 以这个基调要以延续性啊 你不是说过两天就变啊 要如何的基调来让中国在大国的道路上往前走 但也欢迎各位呢在下方留言表达您的观点 您认为中国在未来成为世界大国之后 在这个定调上要如何定对不对 这个用什么样的方式成为世界大国 让所有的全世界大家都知道中国的基调是什么样 好的非常谢谢各位支持 也欢迎各位订阅分享打开小铃铛 也最重要有各位的支持是我们前进的动力好吗 那非常谢谢各位收看 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 拜拜